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天氣很冷,大家記住注意保暖 因為天氣冷,我其實很懶打扮 所以今天戴帽子算了,好嗎?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些突發要文 本來打算講舊文 講師徒夾帶開Play Sean 接著講了一些他認為適合做YouTube 會站到最後的人 他那條片一出,其實他都在網絡人協會的WhatsApp群放出來 叫大家多多支持 我有看過一下 我一直都喜歡聽師徒夾帶說話 感覺上經常會有些東西拿走 再加上他跟Ben Sir一起說 兩個都是學者型 都想聽聽他說什麼 但是窮飛龍對他們發表的意見都有些意見 他說了三種人 一是退休人士,一是二世組,一是乞丐 這樣才可以繼續在YouTube上生存 本來今天是想說這件事 但是突然間有個突發消息 博叔就穿了草 離開香港了 這個消息非常轟動 因為他一向都沒什麼提過自己要離開 所以大家都猜到 隨時他都應該回英國 今天博叔在機場拍了一張照片 打了一些英文 讀得不好也不要介意 因為我的英文真的很差 他說 Cost of all the stars are falling away Just try not to worry I will see them someday 是不是 原來是詩 讀出來有點壓勻feel 想寫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感受 他走了 我們看到連登很多人like 其實什麼意思呢 是祝福他還是他走了好呢 大家知道我和博叔非常之恩愛 他沒有搞我沒理由搞他 他都藏了自己很久了 我相信他去到那邊 其實去哪裡呢 我猜是去英國 之前聽人說他不知道在哪裡讀書 我猜是英國 我猜他去到那邊 很快就會做個直播 帶大家看看他的新屋 肯定就是老年這麼大了 他這麼有錢 不要說他這麼有錢 我這樣的錢 去到外國都住一些 在香港要賣幾千萬的房子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我們有錢的 是香港的樓價特別貴 你看博叔 在香港做直播的時候 在紫色的房子裡面 你看他的房子其實跟百尺房子差不多 可能他那裡是其中一間房子 我不知道 人家百尺房子那些沒得走 他當日就說 講政治不是這些 百尺房子那些 你猜在百尺房子那裡就可以講政治 他就說得對 他這些就說得了 就像蕭先生那些 可以轉嫁步的 當然沒問題了 只要你在香港 住一間百尺房子用什麼被人揍 對不對 我們當然沒有資格講政治 所以我一向和波叔都不是講政治 純粹是講粗口 是啊 你敬我一尺 我就敬你一串 哈哈哈哈 是啊 那些人都是表示祝福的 連登這個坊 那些人大部分都是like的 那他現在走了又like 又說祝他一路順豐一生平安 有些人還說那邊見 原來這個香港也很多人會移民 我看到近來的樓價也跌得很厲害 個個都打算賣樓套現 你說怎麼不賣呢 你說是不是 如果你的政府跟你訂了三千萬劑兩間不同藥廠的疫苗 一邊不行還有另一邊補償 連袁國勇也不敢打 那我看到那篇東西真的很棒 那篇東西就說 千萬不要抑那些黃絲 這些祖國疫苗 要打當然是給那些建制 給那些藍絲先打 林鄭也說了會自己先打這個疫苗 我好像看過一篇報道這樣說 不過未到真的打那天都不敢說得那麼實 還有他打下去那是疫苗還是葡萄糖水呢 這些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所以他這樣說我們就這樣聽 但是現在香港其實問題也挺迫切的 但我相信不會強制逼人打針的 這些是沒得逼的 還有現在的事情是搞到很害怕的嘛 傳媒將整件事說得好像恐怖片一樣 我又找回那個之前2018年的流感死亡數字 其實比現在的武廢高很多的 是啊 但是以前的人不會害怕的 但是現在的人就很害怕的 那不要緊啦 每個人內心都有恐懼的 每個人製造恐懼都有他的理由的 看到博叔可以全身而退都非常恭喜他 那畢竟他之前在黃之鋒和周庭入獄之前都見了個臉 那現在香港政府很兇的嘛 是不是呢 那你許智峰那些 幾百萬又說動你銀行的 那你博叔 傳到幾億身家的嘛 那你幾億身家 你還要跟某一些人 是有這麼密切的聯繫 那他要走 走得這麼快脆 都很合理的 是啊 那希望他沒事啦 希望他沒事啦 那就是有個網友就跟我說 為什麼博叔要走得這麼急呢 他說大J也還沒走 大J那時候又這樣又這樣 現在還在建立自己的生意 還在賣衣服 但我覺得大J應該都快的啦 只不過他是想去日本的意思而已 日本是不是還沒開關呢 還是日本現在的疫情都很嚴重 那麼香港 吹就吹得很嚴重啦 但是 還是那個跳舞群組 看報道就說 一個女人惹了六百八十幾人 那麼每個那裡派五千 其實你想想那裡是幾百萬 對啦 其實普遍來說 香港給我感覺都算是安全的 那麼大家又不用太擔心疫情這方面 但是也要做足防疫措施啦 那看看那些網友跟博叔說了什麼啦 有些說stop crying 看到他走了很傷心 有人建議博叔開Play Sean 以及開YouTube分紅 去到哪裡都不用做 其實博叔一向都不用做啦 說笑嗎 博叔好有錢的 他不是求利的啦 在這個圈 他是求名的嘛 那又可以說回 司徒甲帶港的三種人 就說 他跟我Ben Sir聊天嘛 就說 覺得YouTube有三種人可以留到最後嘛 第一種就是退休人士 第二種就是二世祖 就是說博叔 第三種就是乞丐 那麼他自己就說五公子的 我就不覺得五公子是乞丐來的 他絕對不是啦 如果你說他是呢 我覺得我更是 原因就是 他也會開一個studio 我簡直是沒有 對不對 就是說無辱無求就不一定是乞丐的 低成本生活也不一定是乞丐的 農夫也是的 普羅百姓也是的 不需要將他講到那麼極端的 我先講 司徒甲帶港的第一種適合的人士先 適合做YouTube的人士先 他就說是退休人士 其實 你會不會提少了蕭生呢 我不覺得蕭生是退休的 我真的不覺得蕭生是退休的 如果一個人一天這樣說五條片是退休的 我想你對退休的定義都挺過界的 一天說五條片其實一點都不容易的 我當你一條片二十分鐘 他不剪了嘛 一條片二十至十五分鐘 五條片是差不多兩個多小時的東西來的 你要腦子不斷轉不斷發聲 其實你不是閒話家常 聊天那麼簡單 你如果用聲音是用得不好 很容易的話聲音就會生減 那五條片是一個唱歌的人 我想說要是拍三條片 其實我的聲帶開始已經有些問題 有時候會有些腫脹 當然我會自己養一把聲音 在這裡我也想跟司徒甲帶說 其實你說蕭生是退休人士 我絕對不覺得他是 我覺得他是退而不休 而且他的工作量很辛苦 腦子要動很多 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當然我也有人丟一些資料給我說 蕭生一定有 但你不是就這樣看就這樣讀 你的腦子要想的 而且你發聲那下是運氣 我覺得說話是氣功 我以前覺得唱歌是氣功 現在這樣長時間說話 連說話基本上都是氣功 如果你說退休人士才可以成功 我覺得不是 他一天五條片其實已經是他的全職 很浪費神 有時候還會看網友的留言 很激氣 他不是被動收入 他是口庭就是口庭 他不說話 有些人說 有些人看那些舊片都可以收屁 盈利都夠他吃 其實我告訴你當然不是 蕭生說的是時事 時事是不會翻看的 最多只有一個星期的貨幣 除非你說的是技術性的東西 而蕭生說的是什麼美國大選 人家怎麼會看之前的新聞 你現在看就看現在最新的疫情 怎麼會說八月的時候的疫情 所以那個被動收入其實不是做得那麼多 蕭生也是屬於口庭 口庭營 他是要做的 他絕對不是退休的 這個說法已經不成立了 第一說退休人士才可以成功 第二說回博爺 他是二世祖當然了 他生活真的沒有什麼負擔 這個我不知道 他提供到自己沒有負擔 是就恭喜他 也不值得他 他不是的 他是沒有需要假裝的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 他應該真的是二世祖來的 二世祖玩YouTube當然是正 我玩YouTube是為錢 他們是為名氣的 他沒事的 他拍一些我們接觸不到的生活 其實他已經可以很高訂閱很高點擊 但是蕭生甲弟說 去到最後只剩下這三個人 我又覺得不是 退休人士說真的有多少時間 你計算一條數 其實是毅力而已 他拍了多久 人是有年限的 有時限的 他說博叔也是 他說會留到最後 博叔 希望他去到新世界那邊 會keep a fit 你說五公子 我反而覺得 他會留到最後 沒事的 他說話的人也有聽 有供有求而已 還有他沒有成本 只要他不要太有性格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站到最後 甚至是我們年代的大老B 你懂得經營 基本上他現在也不用死 當年大老B是跟小花一起被人攻擊的 小花都還在 當然小花現在 應該沒以前那麼厲害 但懶船也有三斤釘 其實是看自己是否經營 還有肯不肯出來說而已 你思途甲大 他說我就不行了 他說思途甲大自己不行了 他說自己就不行了 因為要養家 他不能夠 沒有負擔 他要 做事嘛 YouTube也是做事的 YouTube也是賺錢的 其實第一代在YouTube說話的人 就是思途甲大 我這些真的是新手來的 新口 我都可以了 他怎麼會不行呢 當然可能他開公司 動一些都連身要過千萬 我們這些當然沒得比 但是你說正正常常 有一份東西要做一下 挺不錯的收入 絕對沒問題 窮飛龍聽到他那三個解釋之後 他覺得 師傅說得不是太通透 窮飛龍就給面子 他說五仔你都不是屬於那三類人 我就說 其實我本身之前都當自己退休了 我都說 我說話之前 我有半年沒做過事 我真的沒什麼經濟負擔 當然又不是二世祖 乞丐那個位置 可能有些人都會覺得我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是 偏向清教徒多一點 其實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要說到 最後誰會留下 最後誰會留不下 你只要努力拍 你肯拍就有人看 你不會只剩0的view 不會的 你今天100個 下次就有200個 實不相瞞 我剛出來說話的時候 你看回我的舊片 可能有些題材 Youtube又不是那麼鼓勵的 那些view是只有千頭 是千頭 我現在16萬訂閱 千頭 都是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多些人喜歡聽 越做越好而已 這些事情他都明白了 其實他現在出來講 有些人說他講Bomba 然後被人圍攻 我當然知道他什麼葫蘆買什麼藥 無端端為什麼要提起Bomba呢 Bomba當年炒粉就是因為他 要收費拍片 收8元 他只講了8元 說那些人為什麼不是用家自費 其實我不是很贊成的 老實說 我自己也是做這行的人 但是你說用家自費 OK的 你說有些特別的會員制 我們拍Youtube 我們一向都不收錢 還有網絡這麼多影像 你不要說是偷人的電影也好 改別人的圖 即谷阿莫那些也好 各樣都好 他們都不收錢 全部都免費的 為什麼你特別是要收錢的 除非你是最紅的那個 你是No.1 是啊 他說Bomba收錢就說 是時勢的問題 Timing的問題 如果現在做他不會死得那麼慘 當然是Timing的問題 以前那個年代 我們做什麼改歌都沒事 拍什麼電影 拍什麼微電影都沒事 我那時候最喜歡拍那些 古學仔差佬的影片 我沒有失憶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失憶 對不對 當然是說Timing的 他說得Bomba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 他也推過Pray Sean出來而已 他也推他就拿一些例子出來說 不過其實不用說Bomba了 就算你現在開Pray Sean 也不會說太肉酸的 我開都可以的 其實我開了 我不知道怎麼拿帳號收錢而已 不過不要緊 其實對我來說 這條路行不走得到呢 我見蕭先生就非常成功了 他當然是成功了 因為當時社會運動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聽他嘛 那聽回行家說 蕭甲大這幾天開了Pray Sean 有多少人加入呢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他覺得是否理想 如果我看數字 當然是不理想 前兩天還沒update 有人告訴我 是有十幾個加入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影片 收到多少錢 我不知道 我純粹聽別人說 我覺得 開收費開會員是沒問題的 不過 要先做起頭 大家都慣性聽你的 如果你的收費是有些特別的 別人支持開你的 會繼續支持你 不要 車望他有 全部人 你說16萬 follower 每個給我一元 我發達 每個月 是不是 但不要車望這些東西 這條數不是這樣玩的 現實世界不是這樣玩的 一定要 做到你某一個方向 說那些人不聽你不行的 然後是因為某些原因 那些人是非給你錢不可的 那他就加入你 但如果你某某言 你說現在的時間正確 現在你推Pray Sean 沒有人罵了 沒錯 是沒有人罵的 甚至是沒有人會說的 因為勢還沒做出來 如果勢還沒做出來 就像我之前那樣 很多人說的 然後 我突然開Pray Sean 其實可能 我都未必會收錢 我只不過是做宣傳 可能是一萬元的 然後那些人就炒了炒了新聞 那些人就走來看我關注我 錢 又何必這麼執著誰給你呢 Fans給又是給 廣告商給又是給 YouTube下面也有 廣告Banner 又不要廣告的 現在遊戲規矩不同了 我看他現在都是出短片 幾分鐘的之後 如果想看足版就看Pray Sean 訂閱我們 現在的確沒有以前那麼嚴重 以前我記得五公子 為什麼當年被人說五乞丐呢 就是因為他眾籌一個headset 他當年就說楊無出自楊身上 我拍直播打機 你們看我 我已經不收你們錢了 YouTube那時候又沒有分紅 又沒有課金 籌個期 說大家一夾還可以嗎 他沒有收入 都要被人唱到乞丐 其實五公子當年是網絡義工 都要被人說是五乞丐 當年的時間當然不對 現在 就算 你想籌一份什麼禮物 生日禮物也好 聖誕禮物也好 沒有人會罵你的 因為現在的年代是這樣的 很多直播主都是這樣的 每次開台都收禮物 所以我也不怕 我做的時候已經可以跟大家說 like subscribe pay me long long 沒有人會覺得 特別肉酸的 但是如果你 真的要做一些片出來 是要給別人錢 才看到的 你要先起頭 搞起勢 別人非聽你不可 像蕭先生 之前說的那些神預言 他被youtube黃標 有些事情他說了 那些片子被人禁 香港人支持他 當然是課金給他 那就是要想這些位置 不給錢沒得聽 非聽你不可 所以我也不敢開會員制 不敢開patreon出來 我現在沒事的 但求多勞多得 可能有些人都會說 吳仔你的錢有多少 其實說真的 對某些人來說 的確不是真的很多 但我覺得 大J有九十幾萬訂閱的 我上網看 我跟他好像差不多 就算點擊收入 甚至我有些 甚至有些時間比他多 那OK啦 做人 當然是想賺錢的 但錢沒說賺得完 老高做的那些東西 別人說他內容農場 我做都可以 司徒甲帶做都可以 但是不是我們做之後 又拿到他的錢呢 別人一個月賺兩千萬 一年賺兩億 我們做不做到呢 其實每個人入錢的方法都不同 所以就是 夠就算了 要找到自己的路 他現在決定出來開patreon 想試試水溫 看看做不做到 作為行家都表示支持 因為司徒甲帶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支持的網絡人 他說 每一個 能夠在網絡上 撐住 在這裡賺錢的人 因為經常要面對那些 紅水猛獸般的網民 所以他也是很敬重的 師傅今天開patreon 我也是很敬重他的 我不知道我分析得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 既然有口才 也是無本生利的 開頭可以多些輸出給網友 看到你上癮之後 才再想收錢的東西 我想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蕭先生最成功的 經常都提到蕭先生的patreon 全世界第四 但是他也開了這個謎米公司很久 在這裡做一些說話片 說了很多年 才能儲得那麼多人去支持他 所以我們這些都是 舊底就叫做網紅 10年前已經叫我們做網紅 也有一班固定fans 但是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太多東西看了 製作是有價的 不過我們的行家 也有很多在這裡 免費輸出的影片 給別人看 Netflix也在賣 一個月九十多元 市場定位又是怎樣 有些女生只是拍照 都可以賣錢 其實我比較建議 師傅夾帶 你play Sean 都不是一定要說話片 陳學銘拍照這麼厲害 你不是拍那些女模特兒 我近來聽到有個 做保險的 這傢伙不知道做什麼 走去拍人對腳 只是出腳 不見樣子 他都說很多 馬上去買他的腳照 所以 師傅夾帶本身 是一個這麼厲害 拍人像的攝影師 其實play Sean 賺錢 就不一定是說話 跟著